众所周知 纵观整个奥特曼的历史 女性奥特曼是屈之可数 而新生代奥特曼中目前更是仅有一位 没想到在光之国男女比例也是严重失调 作为奥特史上最年轻的女性奥特曼 格力乔出登场时 年仅17岁 很多小伙伴都觉得她很可爱 好多奥特战士也很喜欢她 有着强大治愈术的她 无疑是队伍里的团宠 战斗时团队中最不可缺少的辅助奶妈 这么优秀可爱的格力乔肯定是非常抢手 今天咱们就来八卦一下 一起来看看格力乔的绯闻男友有哪些吧 第一位绯闻男友就是我们的赛少 赛罗和格力乔第一次见面 是在奥特银河格斗一中 赛罗刚见到格力乔 还没来得及解释 就让格力乔和他一起走 而格力乔并没有拒绝 随即便拉着人家小姑娘 黑暗杀手突然一个技能丢了过来 赛罗毫不犹豫地挡在了格力乔面前 就赛罗这样勇敢无畏的男士 我想没有女生会无动于衷吧 一个字 绝 两人被吸入了黑暗杀手空间 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 赛罗表示很感谢黑暗杀手 赛罗在不断鼓励着格力乔 随着时间的流逝 格力乔已经有些虚弱了 这时候赛罗还来了一个拍头杀 还偷偷地给格力乔传输能量 这该溜子撩妹还真是有一手 后来格力乔发现了 是赛罗偷偷偷给自己传了能量 为了保护赛罗勇敢地冲了上去 和黑暗赛罗搏斗 战斗结束后赛罗决定 独自送格力乔回地球 又是二人世界 我们的赛少真的是会撩 在璀璨的星空下 一起欣赏美丽的蔚蓝色的地球 太浪漫了 这波狗粮真的是来得猝不及防 之后在银河格斗二中 赛罗和格力乔也有甜蜜的互动 两人非常的默契 第二位飞闻男友是杰德 杰德可是比赛罗的脚步更快 在罗布奥特曼的剧场版中 两位的人间体就产生过互动 小路更是和朝阳家人共进晚餐 好家伙 都直接见父母了 晚饭过后 两人还坐在一块闲聊 两人那是相谈甚欢 赛阳变身格力乔之后 竟然先至于杰德 哥哥都要往后排 不知道大家看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 最后小路离开的时候 和朝家人告别 小路穿的也是赛阳设计的T恤 你细品 第三个飞闻男友是风马 在奥特银河格斗二中 格力乔接到赛罗派给的新任务 来到了行星欧武林 风马见到了格力乔 面对格力乔 风马一度紧张到结巴 只是不停地诉说着 对于女神格力乔的崇拜 这样子肯定不行啊 风马你好歹也是去地球历练过的 你看看光之国的赛罗和大孝子杰德 大家觉得最终谁会和格力乔在一起呢 欢迎一起讨论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玩播支持 关注我你会上瘾的